在甘肃省永昌县内 有一座 这来寨 他的别名叫古罗马村 因为这里的居民高鼻蓝眼 酷似欧洲人 然而奇怪的是 他们却被归为汉族 还说着最地道的中国话 平常也基本遵循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此绵硬的生活方式 经历了千年 这样的村寨 中国仅此一座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些居民的先辈到底来自何方 许多人不远千里而来 就是为了解开这个疑惑 提起甘肃省 大家一般会想到 河西走廊 敦煌墨高窟 无尽的沙漠等等 可除了这些文明侠耳的景点之外 当地还有一座小小的 这来寨 这来寨 就在麒莲山脚下 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常年干旱少雨 当地房屋多以年土为主 远远望去只有一片黄色 和中国西部的普通农村没有什么两样 但就是在这样寻常的外表下 却掩藏了一个失落的小国度 这来寨的生活一向平静 当地村民和所有朴素的中国农民一样 过着辛勤劳苦的生活 但因为奇特的长相 他们一度被人当作异族 这种差异渐渐被外界得知 引来了无数好奇的专家学者 他们试图解开村民相貌的谜团 因为当年技术手段落后 所以第一种研究方式是实地调查 学者们想要通过研究当地的历史发展 来理清这些村民的来历 这种方式就像如今火热的 寻根文化 我们经历重重探寻之后 终于落叶归根 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实地调查中有文字调查 风俗调查和考古调查 文字调查一般指翻阅当地的限制 但这来寨位于甘肃 距离文化中心较远 所以相关记载并不丰富 既有的记载 也都和普通县制的格式相差不大 无非是行政区画 山川河流 乡土先贱等等 一地的风俗往往是活着的历史 承载了当地多姿多彩的文化 在这来寨生活一段时间后 学者发现 本地村民喜欢吃坯萨饼和斗牛 牛在这来寨 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逢年过节 当地人就会杀牛 还喜欢让牛温血腥气 以及发起斗性 让原本也许温馨的牛变得暴躁 他们还会做一种特别的馒头 这种馒头的顶端会有一颗棗 村民利用棗汇捏出一个牛鼻子的形状 所以这种馒头也叫牛鼻子 牛鼻子并不是给人吃的 而是专门用于祭祀祖先 这种独特的祭祀方式显然和汉族不同 而且牛似乎并不是一种图腾 更像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成分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推断 很难实证 与前两者相比 考古调查的成果更为亮眼 毕竟有实际材料支撑 其可信度也更高 第一个成果是墓葬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当地2000年前的墓葬 发现这些墓葬主的体格和骨骼 都更像欧洲人 而非亚洲人 中国人的全体骨骼比例多为7个半头骨 但墓葬里的人却达到了8个 有的墓葬里还残存着没有风化的头发 颜色为棕红色 即符合古罗马人的特征 除此之外 学者还发现了一枚红色钮扣 这和中国的传统服饰上衣下场很是不同 而且奇怪的是 无论墓葬所处的地形如何 墓主一律采取偷朝锡的摆放方式 专家将墓葬主的体型与当地居民进行对比 发现两者的相似度非常高 这不得不让专家提出一个猜想 或许这来寨居民的先祖来自西方 因为某种原因定居在了永昌县 这个猜测很能站住脚 毕竟汉武帝时期 派遣张千初是西域 往来交通西方诸国 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这条路线的起点是长安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经过了甘肃和新疆 抵达中亚 西亚 乃至连接地中海各国 这来寨所处的地理位置 恰好就在丝绸之路沿线 所以说如果曾有商队经过此地 迫于恶劣天气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得不留居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为了印证这个假设 考古学家扩大了搜查领域 第二个成果是当地的建筑 比如城堡 学者发现者来寨 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异域风情的土城堡 只是随着岁月和风沙的侵蚀 城堡早已不再完整 但仅存的建筑结构 依旧能让人窥见遥远的过去 除了城堡 考古学家关一泉 与棋子关亨 还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 因为长期没有人类活动 这处遗址早已被破坏 考古价值几乎为零 可是根据仅存的一段 约300米的城墙 专家预估了一纸大小 发现其具有一定规模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发专家的深思 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 这来寨的位置都不算显眼 为何偏偏在这里 有一个如此规模的古城 随着挖掘的深入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古罗马人使用的 种木城 以及带有 昭安滋养的汉代军帽的顶盖等 所谓种木城 是罗马人特有的一种铸成方式 即在土城外用重 长的木头再次进行二度架构 距离者来寨不远的杏树村村民 就曾挖出一根章鱼长的粗大圆木 圆木上还镶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 高度疑似 种木城的建筑材料 至于昭安 则养 因为再无其他出土文献的支撑 所以将牵扯出第三种研究方式 这种研究方式 笔者将在下节具体说明 那么第二种研究方式是什么 答案是基因测序 随着科技发展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 采集了这来寨村民的血液样本 通过DNA检测 发现他们的基因 确实和欧洲人种有非常高的关联 可惜因为村民的基因组成较为复杂 所以没有办法具体分辨 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 尽管基因研究无法继续推进 但该结果却已经印证了 学者最开始的设想 昭安字样的出现 打破了之前商对驻族的猜想 专家学者转而将目光移向军事战争 但由于年代久远 出土资料实在有限 在没有更多实物证据的情况下 专家们采取了第三种研究方式 文献考察 文献考察实际是运用最便捷 最广泛的研究方式 特别是现代图书也发展迅速 物流便捷 各大图书馆电子资源又充于丰富 因为者来寨中充斥着明显的 古罗马 元素 加之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有学者猜测 该地的古城遗址就是历史上的 离间古城 公元前53年 正在向外扩张的古罗马帝国 争夺世界的主权和霸权 执政官克拉苏 亲自率领罗马克拉苏军团 约四万五千人 不过又发拉底河 许攻打古帕提亚王国 两国之间因此常年征战不休 彼此纠缠熬战 直到卡尔莱一役才彻底改变了战争形势 在这场战役里出现了第三方使力 安息 当时的安息王朝是国力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安息军队骁勇善战 设下了诱敌之计 洋装失败把克拉苏率领的军队带入沙漠深处 联合古帕提亚王国将罗马军队包围 此战罗马大败 首领克拉苏云命沙漠 他亲领的两万人中 一半被杀 一半被俘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克拉苏的长子 普布利乌斯侥幸存活 他带着手下有六千多士兵突出重围 向东方逃去 33年后两个国家再度重修就好 他们约定护送战俘回国 可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古帕提亚王国竟然不知道 普布利乌斯和那六千名士兵的下落 也就是说 这六千人确实成功逃出了古帕提亚王国部下的严密防御 有学者比照着当时的世界地图 推向普布利乌斯的行军路线 以为他们可能抵达了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区域 融入了匈奴人的生活 由于匈奴与汉代交战频繁 这支军队很可能参与了攻打汉朝的战争 然后被当时的汉朝将军陈汤击败俘获 而这场特殊战役的名称叫做制之城之战 为了安置这些俘虏 陈汤将他们带到甘肃永昌县并建立了离坚县 以上推测的主要依据来自《汉书陈汤传》的一段记载 明日 这段文字中的加门于林 是两军对战时一种特别的阵法 诱患归甲阵 形容的是士兵将盾牌举在头顶以躲避流石的场景 因为远望时像乌龟缩在壳里 故而得名 这种阵法多见于古罗马军团 众牧城 前文已经解释过 也常见于古罗马 而非汉族的著成方式 如今的者来寨村民 会在聚会时跳起一种特殊的舞蹈 名字叫做截子舞 又名霸王舞 是一种群体舞蹈 所以跳起来时会格外热闹 舞蹈方式说起来简单 每个舞者准备一根二尺四寸的木棍 也就是截子 配合着韵律起伏 但是集体舞最重要的就是整齐和谐 是以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这种舞蹈的来源很可能就是鱼鳞镇 因为两者有共同之处 变化多端 气势雄壮 如果推测属实 那么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史 将右天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之所以选择二尺四寸 是因为这个数字象征着二十四节气 同时截子两端还得有三个长方形小洞 每个小洞中穿上四枚方孔铜钱 寓意四季十二个月 截子是红色的 寄托了人们对红红火火的生活的向往 同时两端分别系上红筹和绿筹 代表太阳和月亮 中国老百姓的愿望向来如此朴实 每到节庆 逛庙会的时候 就能再者来村 看见村民斗牛杀牛 男性会用恐无有力的舞姿 展现街子舞的魅力 女性则会在厨房里 早早准备好各类面试 只等时辰一到 就祭祀祖先 整个村庄都热闹非凡 为这片土地 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火力 2015年 因为中国著名动作演员 成龙对这个 在东方失落的西方文明 的题材非常感兴趣 他与香港著名导演李仁港合作 拍摄了电影《天降雄狮》 以光影生降的方式 宣传了离间古城 虽然仍有人对者来债的来历 提出质疑 毕竟一切的证明 或许还是要依靠时间 也许未来能 挖到更多的时政 到时 我们就能一亏 这流传了千年的谜团真相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早已成为了活的历史 他们独特的长相 与有趣的风土人情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 与众不同的风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